MING PAO TORONTO 一間酒店看看豪不豪華 看看大堂便知道 這裡的樓底真是很高 這裡的樓底一共有五十多米 有十五層樓這麼高 一入到酒店大堂 大家可以感受到什麼叫王族的氣派 一個超高的大廳 雙了金箔的大地石柱 樓梯的杜金欄杆 上面還雙陷了370塊虎眼石 超過一個普通人高度的地方 大部分都有黃金的裝飾 再加上水晶燈的反射缸 更加金碧輝煌 我想問這裡所有裝飾的金是否真的 這間酒店裡面 所有金色的物品 全部都是真金 不是用金漆油上去的 嘩 我覺得不可以用豪華這個字形容 簡直是誇張 這間酒店以前是被王族享用的 除了一般五星級酒店 必須有泳池、SPA、運動設施之外 還有私人的人造沙灘、人造草地網球場 保齡球場、18棟的高爾夫球場 以及三間戲院 這個高爾夫球場 越來越受外界注目 因為這個高爾夫球場 由著名的高爾夫球手 這間酒店的設計 特別是第十五棟 是它的標誌棟 五百四十九碼 五肝棟 來的 看看多難 厲害 這裡是五肝棟 你也是打了五肝 但球還在 我試試看肝 真的不太就手 你這樣的衣著 不可以進德國爾夫球場 我們就是來打國 再預訂場 走吧 嘩 多謝Steve 安泰這個豪華的客房給我 不是這個普通客房 都這麼漂亮 嘩 嘩 露台這麼大 風景這麼漂亮 如果在這裡看日出 一定浪漫四 對 很漂亮 露台不算大 浴室更誇張 比一般五星級酒店大整倍 簡直是六星級的享受 比一般的 在這裡看一會兒 我都會看到 這個小歌